国家发改委昨天批复了全国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总投资规模预计超过8000亿元 苏州长州名列其中 同时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也正式通过批准 根据规划 2020年前我省将新建一批城际轨道交通线路 包括南京到高纯 南京到河县 南京南站黄里段 南京到天长 林场站金牛湖段 南京到俊荣 南京到宜征 无锡到江阴 无锡到宜兴 苏州到无锡硕放机场8条轨道交通线 线路总里程约375公里 同时统筹研究南京到马鞍山 江阴到静江 泰兴到长州县建设时机 适时启动建设 到2020年初步形成南京都市圈放射状网络布局 和苏西长都市圈以及周边地区 紧自行加放射状网络布局构架 现在次人员维队 来看看 早安 都市圈放射油